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有房视频的飞云 大家好 我是Yannick飞云的儿子 然后今天我们在Town Lake区域 因为这个地方离我近 然后要是我在未来想买房子的话 我当然想离我妈更近一点 这样子就方便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是一个一层房 当然就更适合我一个人住 比起两层房的话 那你来告诉一下 我们你喜欢这个房子哪里 这个房子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最喜欢的一些地方 首先呢 现在我关个门 谢谢 首先呢 这里是办公室 虽然说是个一是个一楼的房间 但是呢 这空间很大 很开放 当然如果你是有很多人住的话 你可能没有隐私感 但我一个人住我就没问题了呀 你看这里空间多大呀 这外面这个风景也挺不错的 所以他这个开放式的 书房对吧 你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我要是唯一有什么抱怨的话 我觉得电脑在这个地方看的吧 有点尴尬 因为人家从外面可以看到你在看什么东西 当然了 把电脑摆到这里来 问题就解决了 那就OK 因为这个是样板间 对没错 你的跟这个不一定 你是一个空的 也就是说只有两面墙 对吧 一面窗 然后你的桌子 你想怎么摆就怎么摆 比如说你想摆在前面一点 也是可以的 没错 所以这个问题是不算什么问题 对 当然不是问题 只是我想出来的事情而已 OK 谢谢 对 然后我们先看这里还是这里 我跟着你走好吗 这里就是吃房 还有客厅 当然如果是我一个人住的话 我可以在这里做饭吃饭 然后到这边 我可能可以留着给朋友一起来了 我们在这边一起用饭 对吧 然后这里同样的 对于一个一楼的房间来说 我觉得这里空间挺大的 这个看上去挺舒服的 对吧 没有电视 然后我们那边有 玩游戏很方便 玩游戏我就在那边玩了 玩游戏我还是这边玩干嘛 更大嘛 对啊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我妈说的名字叫family room 对吧 我觉得有点像第二个小客厅 OK 对吧 如果有多人来的话 可以这边 照顾一些人 那边照顾一些人 你有多少朋友啊 我朋友比你想象的多多了 你知道吗 只是只是我房间一直太乱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三房两位的 这里是一个 guess 对 卫生间 这边是一个房间 老 这边呢 这边有个搞笑的事情啊 你看他们这里样本上面的这些东西吗 这个是我的学区的大中学 也是我去过的地方 所以我们 所以你在那读的高中吗 不是 哦对 是高中 是高中 因为你说的 Cypher对吗 对 Cypher's Ranch 搞笑的是 我刚刚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都笑死了 我说 是吗 对 你看这个 这个是我以前去的地方啊 所以你以前读书在那里吗 对 以前在这边读书的呀 去年刚毕业的呀 所以以后你如果住在这里的话 你升到娃也是去这里读高中 对吗 应该是吧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往这边走 这边是主卧 主卧呢 挺不错的 你看这个窗户特别大 外面 如果你在外面放什么东西的话 这个view肯定会特别好 对吧 床特别好 Yanica 请教你一个问题 说 因为你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本地的 对吗 那么我看他们都喜欢那种 不太有窗的房 也就是说比较暗的 那我听你讲 就是我们今天有看两套房 对吧 对 你还是比较喜欢窗大的 就是视野比较好的 对吗 窗大是好事 比如说我现在住的话 对吧 我可能会把我窗关上 我想暗一暗 对吧 但是呢 要是外面有很好的风景的话 我还是很喜欢嘛 对吧 啊 ok 比如说我长 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 我在那个 你不是带我住那些比较高的 apartment 楼吗 我觉得外面这个风景就很好看 好的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的时候 哇 当然记得小的时候事情啊 我现在还小啊 这里呢 是洗手间 没什么特别的 对吧 空间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大的closet 哎 请教你一下 就是说 这个是没有浴缸的 对 那你平常你会泡澡吗 我平常不会泡澡 啊 所以这个也还是一个不错的 对我来说 对对我来说 这个就可以了 我平常是不会泡澡的 我可能 一年以来就泡一两次吧 好的 对 然后你看这里空间多大呀 当然呢 可能 25%适合我 适合我就可以了 剩下的我仍然就不会用 所以你没有什么衣服 我没什么衣服 对 嗯 我是男孩子 我通常穿一两件就是了 然后每周洗一遍 好的 对 如果这里你没看到 这里还可以放鞋子 所以这个是个不错的 是个不错的设计 对吧 对不错的设计 然后我们看看还有啥 好像就这么多了 有后面一个patio 对了对了 后面还有一个patio 看看啊 patio的话 这个patio挺大的 挺大的呀 对 你看虽然是一 他们可能虽然是一楼 对吧 把剩下的空间都给你到这个草地上去了 你要是养个狗或猫的话 可以 啊不对 狗更喜欢在外面跑对吧 嗯 狗很适合在这边跑来跑去的 你会养狗吗 我更想养猫是吧 是说 好吧 感觉猫更像我一样很懒 ok 好吧 哈哈哈 好的 啊 这个阳台确实 阳台比较大 嗯 没错 这个阳台 不过我觉得这里他们 他们这个样本嘛 这里多放两三个椅子的话 很适合在外面跟朋友坐着 喝不是酒是可乐 好的 哈哈哈 来进来 可以吧 啊 那妈 我问你啊 嗯 这个房子大概多少呢 我买得起吗 或者说我以后买得起吗 呃 这个房子现在是50万左右 嗯 这个50万不到一点可能 ok 当然你现在肯定是买不起 当然了 这是这是 如果你努力的话 因为在 德州哈 估计你奋斗个5年 应该是买得起的 嗯 没事 我还有5年 哈哈哈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飞云姐 如果你有任何房产方便的问题 请联系我 那好 大家下次再见啊 拜拜 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